作詞・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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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忙碌生命的當中 疲倦寂寞多感慰 作曲 李宗盛 你心靈即可於虛空 卻無法得著安慰 聽這聲音和的美妙 是溫柔真實言詞 聽此愛神向你鼓掌 帶來好心悉與你 為神旁我喜提 諸此愛神 是我心裡痛苦中的你 詞・作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動畫中》 �azz aquilo! 詞・作曲 李宗盛 為神盼望我心提 諸此愛神 是我心裡痛苦中的安寧 為神盼望我心提 諸此愛神 是我心裡痛苦中的安寧 我心裡痛苦中的安寧 弟兄姊妹早安 今天我們再次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充滿了喜樂 因為神就是我們的盼望 就是我們的力量 我們要因耶和華歡欣 因救我們的神喜樂 主啊今天把你自己啟示 我們主啊有很多東西會讓我們沮喪 但是先知勉勵我們要因耶和華歡欣 你就是我們最大喜樂的原因 今天我們決定要因耶和華歡欣 你就是我們喜樂最大的原因 你就是我們喜樂的源頭 祝福在我們的當中 今天我們依靠你 從你從你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 就是我們的力量 祝福我們今天 讓我們都因耶和華歡欣 上帝是你使我們喜笑的神 祝福在我們的當中 我們何等地感謝你 有你真好 祷告奉靠耶穌的名 Amen 今天我們的經文在 以色雅書十九章二十三節到二十章的六節 其實這兩段聖經 十九章的最後一段到二十章的開始 其實是兩個預言 我們先看十九章的這一個預言 是一個偉大的預言 充滿了啟示 而且也預告了未來的一個國家 一個國際一個全球性的預言 這個預言是很大的 在以色雅的時代 現在就發出了這樣一個偉大的預言 我們先來讀 第十九章二十三節 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 這個預言是講到埃及跟亞述 那今天 那以色雅是當時的先知 當時的埃及跟亞述 就已經寒過了他們所知道的 所能夠了解的全世界了 我們要知道亞述帝國 就是包含了今天的土耳其 在敘利亞 伊拉克 伊朗 然後加上埃及 就等於整個中東 整個差不多的 整個的回教的世界 就是在這個敘利亞 所以這個 這個預言的裡面 是講到埃及跟亞述 也就是用現在的地圖的話 就是埃及加上土耳其 伊朗、伊拉克、敘利亞 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講到這個兩個國家 不但這兩個國家 而且你要知道 埃及跟敘利亞 古代是兩大霸主 兩大增強的霸主 有一點像幾十年早年的美蘇 兩個不斷的抗衡、衝突 是世界當時 就是世界兩大霸主一樣 埃及跟亞述也是一樣 是兩大世仇 而且勢均立敵的霸主 所以爭戰不是幾十年 是百年的打仗 這兩個國家 所以但是這裡 卻在以赛亞 預言的這兩個 當時世界最大的強國 所以一方面我們也知道 弟兄姊妹你要明白 我們的神 不是以色列國的神 不是以色列猶太人的神 乃是全地的神 講到亞述跟埃及 講到亞述 然後我們再讀一下 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到亞述的大道 然後呢 亞述人要進入埃及 埃及人也要進入亞述 而亞述人要和亞述人 一同敬拜 敬拜 一和華 敬拜一和華 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不可思議的事情 然後我們先把經文讀完 二十四節 而且當那日 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 使地上的人得福 因為萬君之夜華賜福給他們說 埃及我的百姓 亞述我手中的工作 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 是非常美的一段的預言 但是人看起來是不可能的預言 所以弟兄姊妹太美 這個我要稍微講一下 第一個我們剛才講到 這個預言裡面有好幾個 第一個我們講到亞述和埃及 二十三節說 埃及、亞述 而且他們要有一條大道 而且將來埃及跟亞述 會一同敬拜耶和華 一同敬拜耶和華 這裡講到了預言 這兩個世仇 這兩個當時是極其對立 征戰幾百年的死仇死敵 將來有一天他們卻要一同 有一條大道 就是有一條高速公路 有一條兩國不再是不相往來 而是有一條大道是來來往往 從亞述到埃及 從埃及到亞述 只是有個形容就是 兩國來來往往是和平繁榮的相處 這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但是先知在這裡預言 有一天這兩個國家要和平要連結 就好像今天預言有一天 美國跟蘇二或者是美國跟中國 會有一條大道 兩邊來來往往和平相處 而更重要 這不但是這個世仇要變成了和平相處 而且要變成兄弟之邦 不但如此還更神奇的這兩個國家 這兩個埃及跟敘利亞亞述 要如何一同敬拜耶和華 敬拜耶和華 哇 弟兄姊妹你如果了解 知道這兩個國家 兩個國家埃及跟敘利亞的背景 埃及是充滿了偶像的國家 從來就沒有敬拜過耶和華 從以色列人住埃及 那就是充滿了偶像 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神 埃及古代那種偶像 那種多神就是埃及 亞述 那我們也知道整個的亞述 也是充滿了偶像 而且整個世代裡面 這些地方都成了一個回教的世界 回教的世界 而想想 想看看 有一天 他們這個埃及充滿偶像的國家 這個現在是整個回教世界的國家 有一天 伊朗會跟埃及一起來敬拜耶和華 敘利亞跟埃及一起敬拜耶和華 然後土耳其跟埃及跟敘利亞跟伊朗 伊拉克 一起來敬拜耶和華 弟兄姊妹這是什麼樣的圖畫 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感謝主 弟兄姊妹這就是上帝在這裡 透過以色列的預言 這是第一個這個預言的 第二個 在二十四節 那是更不可能的事 他說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 三國一律 三國一律 也就是說這三個國家 亞述 埃及 以色列 會三國聯合 不但是三國一律 就是這三個國家會結盟在一起 而且甚至他們一律 就是他們的許多的規章 許多的生活 許多的甚至法律 許多的治理 是一律的 是一律 可以等於說 是等於一個國家一樣 一個地區一樣 大家我們都知道 以色列人跟阿拉伯國家 跟這個國家 簡直是世仇 多少年以色列人 是你殺我 我殺你 你詐我 我詐你 但是感謝主 弟兄姊妹 這是魔鬼的圖畫 但是上帝的圖畫 不是這樣 神有一天 這三國要一律 要一律 要一律 當然我們知道 是一起來 敬拜耶和華 敬拜耶和華 而且 他們說什麼呢 二十五節 第三個這個預言 裡面說什麼 他們二十四節說 三國一律 然後死地上的人得福 死地上 這三個國家將來 他們合一在一起 一起敬拜耶和華 要成為全地萬國的祝福 感謝主 這就是上帝的心意 這是神要做的 將來有一天 這三個國家 不但不再是世仇 不但不再是互相仇恨 這個仇恨攻擊 而且三個國家要一起來 一起來敬拜耶和華 然後要成為這個世界萬國 的祝福 他們要使地上的人得福 我們感謝主 讚美主 以色列 敘利亞 埃及 他們有一天 要成為這地上的祝福 要祝福我們 我們感謝神 這是上帝 所要做的一件的美事 做的一件的美事 雖然 再我們繼續看二十五節 那怎麼會有這麼大的 美好的圖畫呢 美好的圖畫 他說是 因為二十五節 因為萬君之耶和華 賜福給他們 因為萬君要賜福給他們 也就是說 為什麼呢 感謝主 神賜福他們 然後要讓他們成為萬國的祝福 這本來就是我們牧師一直在講的 神賜福我們 好讓我們能夠使別人得福 所以我們感謝主 將來我們這裡有一些美麗的圖畫 美麗的圖畫 美麗的圖畫 上帝一定會完成 而且要做成這個意願 要讓這三個國家 有一天會成為合一 成為萬國的祝福 因為上帝賜福他們 以前是賜福他們 那我們回頭看二十四節 他說當那日二十三節 當那日二十四節 又說當那日 當那日 是我們現在看起來不可能 但有一個日子 那是神的日子 不知道是哪一天 但必定有一天 現在怎麼想都不可能 但在神就必成就 等在前面的是美好的和平 繁榮連結 而且他們要成為萬國的祝福 弟兄姊妹看到這邊 你有沒有充滿了盼望 亞述能夠跟埃及和好和平 而且還以色列更要跟著三國一律 三國一律成為一個地區 成為甚至一個國家一樣的 在一起連結 而且這個國要成為萬國世界的祝福 所以神看是不可能 但是神自己要做 就沒有什麼不可能 而且一定會做成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充滿了盼望 我們兩岸的關係 人看起來是無解 以色列人要跟叙利亞 要跟伊拉克跟伊朗 要和平 要成為一律 這是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但是他們也是世仇 我們跟兩岸也是無解 兩岸無解 但是我們感謝主 我們的上帝永遠有路 我們的上帝在那裡 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 我們不知道神要怎麼做 但是許多的先知都預言 有一天台灣要成為大陸的祝福 而且把大陸帶到世界 台灣要成為大陸的幫助 大陸也要成為台灣的幫助 我們甚至 我這裡講到三國一律 願上帝祝福我們 我們看到神要再做一件美事 神也要在兩岸做一件美 因為這是神的計劃 仇敵要讓人分裂 而上帝要我們聯合 當我們三國一律 三國要祝福萬國 我也相信當我們兩岸和平 我們兩岸聯合 我們兩岸相愛 彼此相愛 彼此相入 彼此祝福 我們兩岸要起來成為列國萬國的祝福 上帝的命定旨意一定會完成在台灣 完成在華人的世界 我們相信有一天 如果回教的世界 能夠敘利亞 亞述跟埃及可以一起敬拜耶和華 我也相信我們華人兩岸 全世界的華人也要一起來敬拜耶和華 讚美主 我相信讓我們一起來看 當那日上帝要做這榮耀美麗的事 有一天或許我們世界的華人 我們要在台北一起建立一個 全世界華人的敬拜 有一天我們可以到天安門 一起來舉辦全球華人的敬拜 因為我們華人要一起來敬拜耶和華 謝謝我們的主 那接著下來我們要看二十章一到六節 二十章一到六節 剛才講的也是一個預言 也是預言 所以我們看到聖經裡面有一個特質 除了當然講教義 講誡命 講道德 講這些以外 聖經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預言 那當然整個教義已經顯出上帝的偉大 但是預言是一個超然的一個工作 再一次的證明聖經這本是獨特的一本書 這聖經這本不是人的書 因為人不可能預言 人不可能知道未來 只有上帝掌管未來 所以透過預言也再一次顯明 我們的神這位聖經裡所說的神 是掌管宇宙萬物 掌管一切的上帝 我們的神才是掌管明天的神 而二十章這個預言呢 是講到關乎 是講到一件事情 為什麼會有這個預言 是講到猶太人投靠以為最堅實的靠山 也就是埃及跟古石 這時候以色列人面對敘利亞的侵略 那小的國家他怎麼辦呢 他怎麼抵趕不住 所以他就要找一個靠山 要找一個可以倚靠的 所以猶太國就去投靠南方的大國 就是埃及還有古石 他們找到了最堅強的所謂的結盟的夥伴 他們以為找到了最強大的依靠 而事實上也是 因為當時在那個時代 埃及跟古石是非常強大的兩個國家 所以他們的結盟 猶太人覺得他們國家的安全 得到了最大的保障 就好像有點像今天的芬蘭要加入北約一樣 芬蘭為什麼要加入北約 因為這個俄羅斯 有一個很強大的國家很很危險 所以他們要趕快投靠北約 然後找到一個大的靠山 所以就能夠得到安全 而當以色列人這樣認知 他們以為他們國家最大的安全 他們完全是在投靠埃及跟古石 而神在這裡預言 神在預言說亞述 神說你們大錯 你們大錯 神才是你們最大的可依靠 才是你們最真實的依靠 所以神在這裡預言 亞述很快就會來攻打埃及 並且要攻取 二十章第一節 亞述王薩爾根打巴塔爾炭 塔爾炭就是他的一個將軍 這個就是好像總司令一樣的 塔爾炭其實是一個官賢 就是他的職稱不是名字 塔爾炭就是 比如像我們說空軍總司令 他是三軍總司令 就是或者是突擊隊司令 到亞述圖的那一年 塔爾炭就攻打亞述圖 將臣攻取 那亞述圖是埃及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大臣 然後這個埃及就突然攻打他 而且攻取了 所以先制在這裡預言 神的預言 以色列人他們會有一個 依靠的埃及跟古石 很快就要滅亡 而且事實上很快 在那場大戰以後 埃及就被攻垮了 就被毀滅的 就是被強占的同仁強戰 然後不但神說了這句話 然後第二節到第四節 上帝要先知以色雅做一個預言 做一個先知性的行動 那時耶和華小玉亞摩斯的兒子 以色雅說你解去你 你解掉你腰間的麻布 脫下你腳上的鞋 那以色雅就這樣 入身赤腳行走第三節 耶和華說 我的仆人以色雅怎麼樣 入身赤腳行走三年 作為關乎埃及跟古石的預兆 所以先知用這個行動作為一個預兆 意思就是什麼 照樣第四節 亞述王也必擄去埃及 略去古石人 無論老少都入身赤腳等等 使埃及蒙羞 所以神教以色雅做了這個先知的預表行動 來預表告訴他們 將來亞述你們所投靠 以為最可靠的那個最大的那個靠山 埃及跟古石 他們會被如此被掳掠 也會這樣的赤身入腳 赤身入體的蒙羞 那做這些 當以色雅做的預言 到了埃及古石 都受到亞述的通緝後 猶太人以色列才頓感到驚慌失措 感覺到自己所託悲人所託悲人 第六節 那時沿海一帶的居民必須說 看我們素來仰望的就是我們為脫離亞述逃往求救的 不過如此 不過如此 弟兄姊妹他們素來仰望 以色列人仰望錯了 上帝透過這種先知的預言說 以色列人你們錯了 你們錯了 你們仰望錯了 你們投靠錯了 以色列人這時候驚慌的發現說 我們所以為要來救我們的那個 不過如此 不過如此 弟兄姊妹耶利米蘇告訴我們 倚靠人血漏綁壁 心中離棄耶和華的誘惑了 因為他們不過如此 到那日你又發現會像以色列人一樣 他們發現他們大錯 他們仰望的是錯的 所以弟兄姊妹在你生命中 什麼是你最重要的倚靠呢 是你人生經驗 是你的學歷 是你的親朋網絡 或是你的財富 或是這些嗎 會不會有一天這些都對你一無所有 有一天你才會發現這些倚靠 不過是如此 整本聖經告訴我們 耶和華才是我們真正的倚靠 那你說到依靠耶和華的 要好向西安山永不東搖 而等候耶和華的 必不羞愧 必不羞愧 盼望弟兄姊妹今天透過這段聖經 我們感謝主 上帝對以色列人 有一個最美好的圖畫 這才是我們的上帝所要給我們的 也只有神能夠給以色列人有這幅圖畫 求主幫助 讓我們在每天生活裡面 我知道我們會面對很多的挑戰 有時候我們會尋找那些 以為我們的安全感 弟兄姊妹 我們真正的安全感在上帝 我不是說其他的 我們都可以做努力 應該預備 但是神才是我們最終的倚靠 永遠記得 倚靠耶和華的 才能向西安山永不東搖 而等候耶和華的 必不羞愧 願上帝祝福我們 主啊我們感謝你 謝謝你主啊 在我們看來不可能兩岸的 我們今天奉主的名宣告 如果在旧約聖經 那麼三個四仇四敵的國家 都可以三國一律一起敬拜耶和華 我們相信 主啊我們兩岸同文同種 我們並不是四仇 雖然現在國際形勢讓我們無解 但是主啊你超越政治 超越黨派 超越人的意識形態 更超越人的一切的那些錯誤的這種意識形態 或者是這種的利益 主啊你都會打破超越 使兩岸要和平 不但和平我們兩岸要成為萬國的祝福 三國一律他們敬拜耶和華 然後要叫地上的人得福 我們華人我們也要和一 我們要和平 我們要三國 我們要一起來看一起敬拜耶和華 也要成為地上萬民的祝福 謝謝我們的主 你必赐福 今天我們也透過這段聖經 我們學習 只有倚靠上帝 你才是我們永遠的倚靠 祝福我們尋求你 等候耶和華 祷告奉靠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